好 欢迎欢迎理财生活通赛 我们今天这个单元当中 要跟大家来探讨一下 有很多人喜欢参加 国内的一日旅游的一个行程 可是你常常碰到的问题就是 那车子到底安不安全 然后在车子上面会不会卖东西 或者是无故被取消了 你的权益应该受到 什么样的一个保障了 现在我们有看到行政院 有通过简易型的 一日旅游的新规范 我们今天请到这个专家 好好的跟大家来探讨一下 好 欢迎一下我们消机会的 义务律师范祥志范律师 范律师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 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虽然现在疫情当下 我们还是鼓励大家不去旅游 可是因为大家闷太久了 所以国内旅游其实还蛮多的 但过去我们都有看过一些事件 最让人家触目惊心的 就是那个蝶链花 那个翻车事情 那现在这个行政院 已经通告了 有这个简易型的 一日游国内旅游定型化契约 这边是不是先请范律师 跟大家聊聊 他契约的精神跟内容啊 是 那首先先跟大家说明一下 有关于这个旅游业的定型化契约 其实在这个一日的 一日定型化契约 一日的旅游型的定型化契约之前 其实就有一个国内旅游定型化契约的 一个规定 是哦 对 就有一个这样子的规定 那只是因为说当然这个随着旅游的形态一直在转变嘛 那过往我们认知的旅游就是可能原则上都会超过个一两天啊 甚至过夜啊 对 我们认定的旅游都是属于一个中长期的 所以以前的这个定型化契约它也是朝着一个中长期的这个方向去订定这个旅游定型化契约 那只是因为就如主持人刚刚说的 可能最近因为疫情嘛 对 那这个国内旅游越来越兴盛 那所以就会有这种更短期更临时性的 就一天 对 一天 它不只是一天而已 但它还有一个 它是通常都在 我们一般的认识旅游就是去旅行社报名啊缴费啊 但是这种的一日旅游它通常就是在一个固定的地点 比如说固定的景点 或者固定的这个交通要点 例如捷运站 就是你可能当天去 你可能就当场就缴费 就当天玩一天这样子的 这种非常临时性的这种旅游 我们俗称叫做检疫型的一日游 那这种旅游 市场都会称这叫QK 对 捡客人然后就上车了 那因为这种旅游形态 它具有这种临时性 所以那当然它一个临时性 一个还有时效性嘛 通常大概你报了 大概马上就要出发了 对 那所以在你可能过往的这种旅游的定型化期 可能就非常多的条文不适用 我们就举比较简单像神月期 过往的这个 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国内旅游定型化期 它的神月期不得少于一日啊 那你在试用这个检疫型的这种一日游 它就完全不适用嘛 对 而且我忽然想到 如果你要买什么旅游平安鞋 可能也来不及吧 这个当然 业者他在这个一日 一日型的这种检疫型的旅游 他还是附有这个协力义务啦 还是有哦 还是要有 对还是要有 这个对于消费者保障 他还是必须要有 对 但是有一些 比较特别的 就像我刚才讲的 就是 第一个 他可能没有办法 他在审月的这个期间上面 可能就要有所不同 对 那再来就是说 他的合约的订定方式 可能也会因为他这种比较临时性的 他可能也 我们也比较难想象说 你在那种 这种一日型的 然后每一个消费者都必须要在 一个定点 然后仔细审约条约 然后签约 所以他有一些 不一样的 这种条文内容的一些变更 可以这么说 范律师 其实谁会去 看那个条约内容 所以说 这个我们就会有 可与这个业者 一个责任 就是说 第一个他必须要充分说明 这个不只是消费者的权利 那同时也可与这个 企业经营者 我们所谓业者的一个义务 你不是说你只把 契约给旅客看 给消费者看就好 重要的条文 重要的权利义务 你必须要说明 对 对 我觉得这很重要 比方说我今天搭的 像我就很关心 就是你到底搭的是什么车 因为那时候 因为翻车事故之后 大家才会留意到 就是每次都要出一个事情之后 大家才觉得 那个事情很严重 可是每次都要从这种 教训当中获得经验 我真的觉得太沉重 是 当然这个业者 他本身就必须要 这个都是属于业者 他自己的注意医务的范围 包含你要跟这个旅客 去说明出发地点 在哪里中止 然后日期 什么交通工具 那还有餐饮吃什么 甚至如果今天中间有购物行程 你也必须要特别说明 这连吃什么都要载名吗 对 都要载名 你中午吃什么 可能在哪一家餐厅吃 这个都必须要说明 所以你看这都是 比较计划性出游 这就不可能是随性的 对 对于旅客来讲 对于游客来讲 可能是随性 但是对于业者来讲 这个不行这样子 他不能就是资讯不公开 或者是资讯揭露 与这个广告不实 跟广告的这个内容不实 他这个都不行 对 所以你看对于比方说 他的行程 然后他在哪里集合 还有他的费用 是不是也要充分揭露啊 对 费用是一定要充分揭露的 对 那像这种旅游 这种 这种简易型的一日游 那他当然还有一些 譬如说我刚才有提到 就像契约的部分 那当然这个部分就有 比较不一样的 他们通常可以允许业者 把这个契约内容 附在这个收据凭证上面 直接交付给旅客 作为一个签约的认定 这样子 这什么意思 就是 这个就是避免 因为这种 就是简易型的一日游 它具有这种比较临时性的 对 所以 就在这种简易型一日游的 定型化区域里面就允许业者 他可以把他的合约 跟他的这个收据凭证 印制在一起 一般我们合约是合约 合约是合约 凭证是合约 那他因应这种 即时性临时性的旅游形态 他就是可以让 你这两个东西 印在一起 直接交付给旅客 但是你的说明还是要说明 对 他就免除一些比较冗长的 譬如说签约手程序啦 或者是什么这样子 对 哦 对 那他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 就是说像你一般的国内旅游 如果说旅客你签约之后 你付费之后 你中途想要这个解约 对 我不能去 我临时有事 那在过往的这种 国内的定型化契约是按比例退费嘛 就是你几日前 你几日前解约 退费旅游费用的百分之几 这样 比如百分之五 百分之十二 十三十这样子 如果你是旅游开始前 是百分之百这样子 我说一般的国内旅游 但是像这样一日型的 如果你是在这个旅游活动开始 你去这个退出旅游活动 或者是你没有准时参加的话 你就不能跟旅游业的请求 退还费用了 对 就没有比例退费的问题了 对 因为它是简易型的嘛 第一个它简易型 第二个它就是 原则上都是当天嘛 对 范律师 我们要进一下广告 你们不要挂电话 好 好不好 我们很快回来 好 欢迎回来 理财生活通质 我们今天这个单元当中呢 跟大家来深入探讨一下 行政院通过简易型的 一日旅游的新的规范 我们今天请到的是 萧姬会的义务律师 范祥志 范律师 跟大家来说明一下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规范内容 刚范律师我们有提到一个重点 就是说如果我今天我参加了这个旅游 然后又签了这个简易型的一日的定型化契约 然后我不能去 所以它就不能退费了 对 它就不能退费了 对 就没有像一般的这种旅游比例退费的问题了 那另外有个大问题啊 其实当然我们不愿意碰到 可是在签这种定型化契约 其实最重要的规范应该是说 万一发生什么事情 大家都不希望发生 可是如果万一真的发生一些事情 不管是身体或财产 蒙受一些损失的时候 那它是不是这个契约精神 有更明确的一个这个理赔啦 或者是其他的义务要尽的 是 那第一个就是旅行业 它必须要有个协助处理的义务啦 就是说你旅客在旅游中 如果你有发生一些身体或财产上的一些事故 那当然这个旅行社 那它必须要做一个必要的协助跟处理 嗯 对 这是这个是旅行业者他本身的义务 那再来就是说 这个旅行业它必须要依照主管机关的规定 他本身就必须要去投保责任保险 跟履约保证保险 嗯 对 那如果说他没有依照这个规定去投保 那之后发生了一些旅游事故 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变更行程不能履约的状况之下 嗯 他就必须要依照最高最低的投保金额去计算三倍的 低赔金 哦 对 诶可是可是范律师 有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字眼 就是说像我们现在有一些会议啊 或者有一些什么活动啊 他会夸胡说 若因什么天气或不可抗之因素 那么导致什么什么无法进行的话 然后本会一概不负任何责任 请问加这句有用吗 这定型化契约会不会加上这一句啊 是因为其实在民法规定院所谓的不可抗力的事故 原来他就是属于不可规则于双方 那如果说你不可规则于双方 以至于说这个行程他没有办法依照既定的契约去旅行的话 那这个第一个你旅行业者可以变更 可以变更行程 嗯 好可以变更行程 那如果说因为这样子导致于双没有办法履行 双方解除契约的话就不用付赔偿责任 因为这个是不可规则双方的 哦不用赔 对对对 但是钱可以退 对钱要退 哦比方说我要去哪个旅游吗 那边万一他 我随便乱讲 就贪方了 路不能走了嘛 嗯 对那这个责任怎么归属 就是双方都没有责任 对 因为这个是不可规则的 哦 对 但可能这个退费的部分 可能还是要扣除一些 一些归费啊 一些费用这样子 那原则上是需要要返还的 对 哦 哎那范律师 你有没有参加过那种国内的那种旅游 因为我妈妈有参加过 你知道吗 他他其实在 他不是带你到景点去买东西 他会在车上就一直卖你东西 对这个常常 他当然就是用 哎这个软性软性的方式啊 对 对那我每次 对那我每次 我妈说你怎么买这么多啊 我妈就说啊太歇歇啦 对 对那这又被规范吗 这个可能他就 在合约里面 当然他不会特别去规范说 不能销售产品嘛 对 但是如果他不是在 这个所谓的行程的范围内 他不是一个指定的行程的话 原则上除非有特别约定啊 否则应该是 还是可以在容许的范围内 对只是可能对于这个旅客来讲会觉得感受上会觉得比较不好这样子 对 看的人啊像我妈是买的很高兴啊 只是我们不高兴 因为有些旅客他可能整个行程都蛮开心的 就是会还是会觉得 也给那个导游啊 一些钱赚嘛 这样子 对 那范律师就是对于消费者来讲啦 我们当然希望说疫情能够退散 然后大家可以开心旅游 如果说不然碰到我们这个检疫型一日游的这个定型化契约的话 你觉得我们一般的消费者要留意什么 第一个要签就签了对不对 然后还有什么其他自己要多留意的 第一个就是刚才您有提到一个部分 就是说如果说这个像导游啊 他们跟在游览车上面 他如果突然跟这个旅客 如果他介绍商品是OK 如果他就直接标明价格 有这个发放这个购物清单的话 这个部分刚才没有特别想象 你还是要经过旅客的统一 如果你只是说单纯介绍说 这个地方有什么特产啊 大家有兴趣可以买啊 这样或许是可以 但是如果你都已经有清楚的价目标 标价 然后请他们勾选 然后他们做一个统一的收取 这个部分就必须要旅客的统一了 对 是 好这个很重要 那另外就是说像以前 我像我妈妈想要去旅游的时候 他跟我阿姨啊什么的要去旅游 我都会跟他问一下旅行社说 你们那个车是几年的 结果我妈妈都会说 你这样问很机车 对 可是我其实我很想知道车子是几年 可是这会规定在这种定型化期限 他至少要告诉我们这是什么车 然后几年吗 他通常可能会告诉这个车子的车型 对对他会讲车型什么豪华 每次都是豪华 没有啦所谓的车型 当然就基本上是几年坐的游览车 对但是可能并没有特别要去规定到车龄 对因为这个可能车子着重还是在保养 着重还是在保养的状况 跟车龄当然也是影响车子安全的一部分因素 但他可能还不见得一定是必要因素 所以至少在定型化契约里面的应记载事项 里面并没有特别规定要把车龄给表示出来 对 可是我觉得这还蛮必要的 因为这个交通工具本身都有风险 就像搭乘飞机也有飞机的 就是他都有一个年限 那当然就是站在业者的角度 如果这个他的年限太高 他本身该淘汰他就应该要淘汰 对那要不然就他的保养衣物一定要做好 所以我们一般大概如果是这样一日游的 大部分旅行社其实都是合法的业者 对对对 那所以我们就是缴了钱 然后他就会拿到这个契约书 然后就可以有旅游平安的保险 然后你就可以开心出游 对 不过就如主持人刚刚讲的是 原则上在定型化契约里面 他就有规定 业者必须要公开的资讯里面 就有包含业者他本身的名称 注册编号跟负责人姓名 所以这个部分也就是说我们 这个一般的民众 未来如果参加这种检疫型的一日游 你的合约里面就必须要注意 这个业者他是不是一个依法登记 并且领有这个旅行业执照的合法业者 对他是合法业者 但后续的一些 刚才主持人有提到 比如交通工具 也会相对的比较有保障 对 对了 他也不会砸了他自己的招牌 对相对上来讲是这样子 没错 好 那今天我们就很清楚的知道了 就是这个行政院已经通过了 那好像就很快就会上路了 对 对啊 所以让大家也可以知道 就是说你要参加这种一日型的 应该留意哪一些了 今天非常谢谢我们消息会的义务律师范祥志范律师 谢谢范律师做这么清楚的说明 谢谢